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28日 6月27日 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 维权人士 也是一位六四的学生领袖 曾经三次坐牢 入狱判刑 但是却不屈不挠地 和中共专制极权统治进行抗争 可以这样讲一个伟大的战士 也就是刘先斌 27号已经获释出狱了 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看一张照片 刘先斌 我估计上面这张照片 可能是以前的图片 维权网在今天发表的时候 加了文字 应当是下面那张照片 它和友人在一起 这一张才是尽找 也就是说非常不容易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今年是52岁了 1968年出生的 这位曾经积极从事了 八九民运的 这位年轻人当时 别名叫刘晨 笔名叫万宪明 四川省随市人 你想现在一出狱 现在刚刚回到甲州 我今天看到海外的 这个维权网报道 其他网站还没有转发 这条消息非常重要 题目是 著名人权捍卫者 八九学生领袖 刘先斌先生 十年牢狱七满 隐形回到甲州 这条消息我认为 比现在海外网站上 任何的消息都令人感到孤 为什么 现在正好 这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 大变局的时代即将来临 总共走向了灭亡 非常需要像刘晨敏这样的人 恰好 这个是可以这样讲 苦度 铁窗生涯 终于回来了 这位英雄 改善了一个伟大的这样一个时代 你看网络的消息讲 说是今天出狱啊 四十分钟的路程 走了十几个小时 可见 这个身体也是比较疲惫啊 那确实啊 那根据网络的消息介绍啊 这个刘先斌呢 他是第一次坐牢 你看他是19 这个 九一年四月十五日啊 因为参加这个八九天安门 民主运动啊 所以被这个 北京市中纪民法院 当时的罪名叫什么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啊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现在这个罪名已经改了啊 总共是换堂不换药 现在变成什么呢 变成是煽动跌幅国家政权罪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当时呢判了两年六月 就两年半 剥夺成政权了一年了 九三年他出狱了 这是第一次 出狱以后 他开始组建 组党又参加了组党工作 我想 这确实非常伟大 我们知道九八年 在浙江先开始组党啊 也就是徐文利 王有才等等 这是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呢 冲撞党禁呢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 是第一次啊 又和共产党这个分庭抗礼啊 如果那个时候 共产党能够包容他们啊 建立一个反对党的话 互相制约 互相竞选 那中国现在就和台湾一样了 就走向民主了 绝对不会由现在 这个所谓的这个 新冠肺炎造成的 这个引发全球的 公共卫生危机啊 危机产生就是因为 没有监督造成的 一党执政家一人独裁 独裁这个习近平恰恰又特别 这个转职啊 又愚蠢又狂妄 所以导致这个打压 李文亮的世界 真相被隐藏下来 结果最后翻了全世界 现在已经走不回去了 今天我在一个节目当中 也讲到了 那么这是没有办法 那么冲撞党禁呢 冒这个风险就更大了 那肯定中共要极力的打压 那么据说他当年和一些 民主异议人士 共同组建了 中国民主党西南筹一会 当时也很多的 这个31个省市 好多的地区 都有一个民主运动的萌芽呀 就像这个徐文利 这个刘贤兵这样的人呢 很多 大连有这个 我过去曾经讲过 刘世尊 他组建了东北这个朝委会 结果被判刑了六年 那么隋宁市呢 这个警方在99年7月7号 以涉嫌山东国家政权罪拘留他了 被抄家了 7月14日逮捕了 那么99年的8月6号呢 就判了又判了 刘世尊徒刑三年 剥夺政权的三年 那么2018年 10月6号合适 你想这真是接力赛了 一次接力赛啊 确实是了不起啊 出狱以后 他还是不该出众 积极的就搞这个民间的维权 又开始维权 又成为什么呢 零把宪章第一批啊 这个签署人自已 说多次发表文章啊 这个要求当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批评什么呢 08年这个512地震中暴露的豆腐杂工程啊 一些事情啊 这个声援那些被 为揭露真相而入狱的 维权人士 谭左人和黄旗的 曾经发起了这个 这个维权公民陈云飞的黄思代行动等等 你想他真是了不起 搞了这个八九的学运啊 又搞了租党 这个又搞了维权 这个确实是 这个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 那是不去不扰 走得非常完整啊 什么事情只要是对民主有利 就进行就进行采与啊 进行这个和中共进行抗争啊 毫无没有恐惧自信啊 完了2010年 2010年6月28号 被这个隋令司 警方又抓捕了 而且他这个小孩 当时我看到网络的消息啊 小孩很小当时啊 就是十几岁 遭到这个国保的威胁了 这一点是非常残忍啊 所以说他的家庭啊 太太就小孩 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你想 这他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说2011年3月25号 又判了十年 这会儿判了情妻子 这个路漫漫啊 这个黑夜真是漫长啊 这个11年3月25日 被四川 这个隋令司总经人发言 这会儿也是闪电罪啊 这个而且剥夺政治权的 两年零四个月啊 刑期刚好到6月27号啊 2020年啊 这个网络上还披露了 他在四川省第一监狱服刑 这个在南从寺高平区监狱啊 这个非常详细的啊 列出了他的一些这个自然情况啊 那么再次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这个了不起的英雄的一个形象啊 你看 再给大家看一看 这部电脑远了一点距离 不太清晰啊 那可以看出就是说 这个 饺子一过去啊 那次碎老了很多 你想多次坐牢啊 这个可不是吹牛啊 不像我们这样在网络上发表文章 视频讲一讲啊 那一天天苦度这铁窗生涯 那是从早的盼到晚上 不容易啊 那当然了 根据这个网络的消息介绍 说是他这次出来以后 读了很多书啊 其中说是 在六月二十七号上午十点钟的时候 这个隋宁市郭宝就通知他太太 说要回来了 然后告诉他很快就到家里了啊 但是由于这个刘贤斌呢 回家的时候还带了说数百册书 我估计可能这个监狱里面 这个书很多啊 因为大家可能没坐过牢都不知道啊 在监狱里伴随着囚徒的最好的朋友 就是书记啊 各种书都有 一般情况下警察对这个 外面的人送来的书啊 还是比较宽容的 书比较多呀 而且经过历史 各个历史时期啊 很多书在这个监狱里面都堆积成山啊 放在那个仓库里 如果你和这个警察关系搞得比较好啊 他们往往就给你送很多书读啊 特别是对于政治派 他们还是这个根据不同的情况啊 有些警察比较同情啊 他按照就送些书给你读 你随便选啊 什么书都有啊 我估计可能他读了很多的书啊 这个除了这个参加劳动之外啊 可能业余事件就是读书大发 所以说这是成了大学文家了 走的时候还不舍得这些图书 而且有意思的什么 这个警察对他挺宽容的 还允许他把书带出来 我走的时候离开那个南国领监狱啊 那对我检查的那是非常严格的啊 一个纸片都不许带走啊 这个刘贤兵看来还可以啊 就书都带回来 由于可能这个书比较多呢 他家住在这个六楼上面啊 所以有两个朋友叫陈卫和田辉 说他们准备去帮忙办书啊 结果呢 这个国保公安也保安过来 就要打压要挑衅啊 要驱赶他们 甚至把这个陈卫和田辉带到 这个叫林犬派出所 想把他们给加个罪名啊 但是多加什么 都非常的这个 这个有趣的什么呢 这个现场对我视频节目 又视频录制 所以说警察没有办法 就把这个 就在这个十八点啊 就放了这个陈卫和田辉了 也就是说把这个陈卫 就陈卫和田辉这两个好朋友啊 这个 这个也是短暂的这个 这个拒压的 几个小时啊 其实这已经是违法了 所以非法拒击 没有理由嘛 因为什么应当是感到感动 感到这个啊 这个是应该是赞扬他们 因为陈卫和田辉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 在一个老朋友出狱啊 回到家中这个时候 就危难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去帮助他 那是这反映他们之间这个友谊啊 这个精神啊 这是件好事 现在没想到公安也很紧张啊 多亏有电视这个 这个监控这个录像 他强加罪名 找不到什么证据啊 也没有理由 所以这个你看他回家 这个多么简难啊 而且回家想着 得说 那可见 这个刘贤民这 这位追求民主的战士 了不得啊 而且本人认为啊 他和这个以前的政治犯 释放不一样 以前政治犯 你想释放完之后 赶上一个什么 中共统治一个鼎盛的时代 也就是说那时候 比如说江泽民时代 或者是胡锦涛 这个时代啊 他们也是算是正确 但是他没有这个一人独裁 也就是说他也没有和美国彻底闹翻啊 没有在国际上树敌这么多啊 也就是说要变革恐怕 非常困难啊 这个要想使中国转变呢 这个民主转型啊 这个是无望啊 但现在又不同了 这个情况和以前大为不一样啊 你看现在这个中美之间这个关系 现在是确实是剑拔弄张了 这个近一两天 你看美国这个国会啊 美国的政要 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蓬佩奥啊 川普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组合权啊 现在把中共是搞得 这焦头烂额 走投无路啊 所以说 我认为啊 这个中共这个 这个溃败啊 灭亡啊 已经不是一个就是随便讲一讲的 一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了 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 像这个比较年轻啊 这个52岁嘛 这男人应该是非常好的年代了 而且这么多的这个劳力 劳育的断裂啊 使他成长起来成熟起来的 你想想想 在监狱里面最大的收获有两个 我认为啊 一个是什么呢 他了解了中国底层老百姓啊 这特别是弱势群体的 这个生活状态啊 这个你想在里面 这个左邻右舍的啊 可以这样讲 每天接触的 都是一些 这个中 这个被判刑的 这样的囚徒 囚徒里面这个人才很多 情况非常复杂 有一些的确是 户人家式的犯罪分子啊 甚至是暴力犯罪 罪啊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 是体制内的贪官 还有一些是冤家错案的 能和这么多的人 这个在里面相处啊 这个身上没有什么残疾啊 能活着出来 健康的活着出来 这本身来讲 就是非常的幸运 也非常了不起啊 是非常的勇敢的战士啊 这是一个 这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这个 在里面啊 波乱群书啊 成了大学文家了 什么著作都看过 你在外面每天 你想忙忙碌碌的 应酬很多啊 诱惑很多啊 往往就时间就荒复了 荒废了 特别是在那些 这个社交场合啊 吃吃喝喝 催拉弹唱啊 本身就把一个人的精神消耗掉了 是非常可惜啊 因此呢 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 人才了 而且知道中共专制统治 在残酷性啊 和中共去 和理非啊 是搞过去这种 抗争恐怕是不行了 所以说 这到了一个历史的变革的时代 没有足够的压力啊 外界社会 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啊 中国人民主转型不可能成功啊 你根据台湾的这个 转型经验就可以看出 蒋经国算是 这个思想比较开明啊 但是呢 没有当成美国的压力也不行 你何况是习近平这样的 文化素质比较低 又是一个专制集权的一个大国啊 统治中共有这么多年啊 你想想是老百姓把他们惯坏了啊 一代一代的这个民主人士的 这个抗争啊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说特别特别的需要 刚刚出狱的流行人 所以说本人做过一系列的节目啊 讲到这个一些这个最终民主的 包括海外的国内的一些人士啊 将来无疑的要成为这个转型之后啊 新中国的 也可能是联邦啊 也可能是其他民情啊 一个这个骨干力量 你想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确需要很多人的 我看到有的网友认为 我谈论这些未来领导人太多了 实际的不多很少 我谈论的就凤毛麟角啊 一大批啊 像刘先斌这样的骨干比较少 而且他出来这个实际也是太棒了啊 这个这是天使地点人和啊 就看他怎么把握这个机会啊 奋力一搏啊 登高一呼 说不定到了那时候 这是啊 这个响者 响应者云记啊 到那个时候那么可以想象刘先斌将扮演 不可或缺的或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啊 那么最后呢 也对刘先斌这个出狱啊 这个表示高兴啊 但愿他好好地修整修整啊 先不要着急啊 仔细的研究一下现在这个时代啊 熟悉外界的情况 安抚一下家人 特别是太太和小孩啊 然后这个还是要继续努力啊 一定要实现中国新政民主 这个司法独立啊 新闻自由这个梦想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光大帮你的收看 谢谢再见 撇是 civil人和 SHE 魔 перед 叙迪 自己